新北市议员陈宇军投入500万元的建议款 作为新店区参与式预算提案经费 并从8月份起展开巡回说明会 希望有更多社区邻里和新店区民众一同集思广益 将想法转化成提案 让工部门的预算可以交由自己决定 同时付诸执行 让民主参与能够扩及到每个层面 新北市议员陈宇军积极推动参与式预算 并且将自己500万元的议员建议款 作为新店区参与式预算的提案经费 从8月份起在各社区邻里展开巡回说明会 而第一站来到的就是新店区中山里 议员陈宇军表示 透过这样的宣导 除了让更多市民朋友了解何谓参与式预算 同时集思广益激发出不同的想法 并且进而将这些讨论的内容 转化成能够执行的提案 希望他有各种不同的主题来呈现 好比说我们之前是用动保的议题 那我们希望这边是用长照的议题 那希望每个社区发挥自己每个社区 如果说在50万里面 他愿意他希望怎么做 那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 提案补助的费用每案上限为50万元 所以预估至少有10个案子 能够成为这次的参与式预算提案 议员陈宇军表示 不同的社区或邻里或族群 大家都各有想法 藉由参与式预算 能够将民众的想法 变成真正可执行的案子 让民众能进一步接触公共事务 进而唤起对自己生活周遭的关心 因此欢迎各界市民朋友 踊跃提案 也许你没有参与我们的宣导会 但是你透过电视 你透过网路 其实你发现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来参与 你也可以透过 就是你自己在网路上去提案 这个我们会到时候呢 会有一些正式的网页 也欢迎大家上网去Google一下 那最后呢 我是希望就说 大概在明年三月 我们就刚好这个 我们过完年之后 我们就来投票 投完票四月就可以开始执行了 新店区参与式预算说明会 预计将召开二十场以上 提案截止日到十二月底为止 而在收件之后将会进行审核 审核通过的提案 则会经过方案承览及提案说明 最后则会进行实体投票 新北市议员陈玉军表示 从达管理成功的参与式预算案例 到现在扩大的新店全区参与式预算 就是要让民主参与 能够真的扩及到每一个层面 记者杨邦友赵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季节目让民主参与攻击的事预算 期盾总之后将则会进行専与